之後填寫申請表遞送文件 市府的人員會去抽查之後會合發補助款 沒有問題之後 那要付的是冰箱跟冷氣的補助申請書 完工證明還有一些證明的 無件跟舊機回收證明 舊機回收證明一定要附上喔 電冰箱怎麼補助呢? 太外效果就是家用的電冰箱 換成有能效標章一二級的冰箱 每公升十塊上限三千元 那每戶最多就是兩胎 也就是補助六千 腰胎就換清一千 他又來後申請 這是潔能標章 要符合一二級能效 這邊有告訴你是幾公升的 不見了 家用最容易不見了 對不對? 這邊有網站讓你做查詢 要 因為你的申請書要附上 可是它貼在冰箱上面怎麼附? 我看下來 我看下來之後貼上去 也可以撕掉 對也可以撕掉 電冰箱要回收 第一種就是費司機回收點 那時候我們會希望你們一定附上這個 那你們販售業者都是會有這一張的喔 如果沒有的話 就趕快去跟台北市環保局申請 一定有這一張 我們非常希望你們就是附這一張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才是合法的回收切結證明書 就是我們剛剛的範本 這個有一點點 可以請說 那個會是連當 之前有很多常 店家都是舊的 之前申請的那個A開口的 聽說那個是不能用 但是又沒有講 是真的沒有去問 那因為我們早就問 現在是E跟F 之前最早的是A開口 那個 你說邊號是不是 對 右上那個邊號 是 條碼前面那個 這個 對 最前面那個 以前最早是A版的 是 現在是用E跟F 那A的能不能再用 我們打到那個 陳奕吉這邊來 他是說 用了最後就用了 但是你現在要趕快來申請新的版 對 那新的版因為數量會很少 你們現在又不多 是 那原則上 我們以產發局這邊 匯復你們的為基準 如果他跟你說 就是最好是用心的 我希望大家就是幫他們用心的 才不會後面 他告訴你不能 這樣子你們對業者 對企業主 或是對駕用的 你們的客戶都沒有辦法交代 就是這樣子 你會不公布說 舊人就公布 那其實有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到 我們的常發局 來這邊做詢問 等下會給你們的窗口 好 好 一樣喔 再來就是第二個就是 回收業者的證明書 那我們往後 施工前跟施工後的照片 然後冰箱怎麼補呢 每公餐補助10元 如果你是393千 超過3000元補助3000 如果你超過兩台 就是補助兩台 對不對 反正就是最高6000元 那如果他是一台300公升 他要換兩台150可以嗎 150 然後再來是冷氣的部分 加用的冷氣通常都是分離式或創型 要換成什麼呢 冷箱標章一、二級的 每天把1000塊 上線、上線、每戶最多三台 也就是9000塊 所以每戶可以最高補助15000 冷氣加冰箱 冰箱兩台 冷氣三台 你們只要記得 冰箱兩台 冷氣三台 冷氣三台 最高補助15000 補助15000 然後現態化或申請 一樣要用這個溫度計 一樣要用費時計連來的 合格回收場證明 或者合格回收場證明 驗收 驗收的報告數據 像有施工前、施工後的照片 看一下說空調怎麼補 如果你耳低冷氣3.6K 乘以一千超過3000 我們就是補助3000 如果你有五台冷氣 他不說每個房間都要補 不好意思我們就是補助三台 對 那記得 你換三台 就要有三張連丹 記得 好 我們到這邊 如果說住宅的部分有問題 請幫我撥打 27208889轉6612 這一頁請大家幫我拍起來 我們先等他們拍